美国联准会连续四次升息 这个紧缩力道 让外界担心 整个经济衰退 是不是要跟着来了 不过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只承认 美国经济确实有放缓 但是否认经济会陷入衰退的说法 那对于鲍尔这样的一个言论 整个市场其实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 权益投信基金经理人徐建华 带我们来解析 联准会的最新决策 今天人好 现在目前投资人最关心的就是 这一次联准会的升息 这样的一个脚步 还有整个三马这样的一个力度 是不是已经到顶了 你怎么观察 目前联准会升息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抑制 所谓过热的一个景气 那尤其是现在的通膨过高 也是联准会主要希望 抑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目前制度的降温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的目标来讲的话 其实是联准会所希望看到的 那现在我们其实看到 很多的一个迹象 包括在原物料 都出现下滑 加上去年高级期的影响 我们认为下半年整体的通膨下滑的机率相当高 所以联准会更加激进的一个升息 我们认为可能性是不高 反而是我们认为 下半年来讲的话 联准会有机会 回归过去升息的脚步 所谓正常的升息脚步就是 以往联准会的话 大概都会升息 大概一到两次之后会做一个 所谓的停止升息做一个回馈 反馈看经济的一个情况 好 除了整个经济衰退的担忧 其实市场更担心的是联准会这样的一个 紧缩力道太猛了 会不会造成经济硬着陆 好 我们就要请问经理人 你看这个美国经济它陷入 深入衰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因为联准会的一个升息 那因为疫情的影响 因为整个供应链的关系 让景气有趋缓 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一个发展 最近的一个衰退的疑虑来讲的话 跟最近市场所谓 美债的殖利率曲线出现倒挂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没错 过去来讲的话 在公债利率倒挂之后 事实上的确经济是有出现衰退的 可能性 在过去来讲的话 28次的一个殖利率倒挂 有22次经济就出现衰退 也就是说有八成的机会 经济会出现衰退 可是今年的情况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相当的一个特殊 过去来讲的话 可能都是跟所谓经济基本面 有相当大的关系 可是现在的话 最次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升降息 都跟所谓的疫情 我们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 那包括目前看到 在整个工业生产的部分 虽然BMI的部分 有出现下滑 可是现在是在50以上的一个 所谓经济成长的一个水位 家庭的一个消费支出来讲的话 目前也是维持整个正成长 再来看所谓市场比较担心的 企业的负债 跟家庭的负债来讲的话 目前企业的一个负债比来讲的话 还是维持在 金融海啸之后的一个低点的水准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一个过度泡沫 甚至是一个企业过度杠杆的情况 所以我们不太认为说景气的话 会朝向深度衰退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基本上认为说 所谓经济硬着路的一个可能性 是相对的一个低 好联主会这一次再度升级三马之后 其实有些人认为 接下来升级脚步慢慢的放缓 加上美国景气正在往下走 那这是不是会影响这个美元 进一步升值的空间 现在还适合继续买进美元资产吗 关于目前美元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 的确是跟所谓的一个升息息息相关 那其实目前经济有下行的风险 的确也对于美元 造成可能有一些下行的一个风险 可是事实上如果说 当经济有一个下行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美元相当有趣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避险的货币 因为它流动性相当的好 所以我们认为说 即使经济有一个下行的风险 美元资产来讲的话 并不会出现比较 所谓急速性的一个下跌 所以我们认为 美元资产事实上还是属于 可以配置的一个主要的资产 至于配置的区域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 投资人将资产配置在美元资产 而且主要是以开发国家 像欧美这样的一个开发国家 胜于所谓的新市场 因为新市场现在 因为包括通膨 包括整个经济下行 事实上对于 它本身的一个政治风险 对于它的一个资产来讲的话 带来相当高的一个投资的风险 好我们最后请教经理人 最近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波动 这么的剧烈 所以在整体的资产配置上 对于整个股票跟债券的投资组合 有没有什么建议 票来讲的话 我认为还是以一些防御性的产业为主 像医疗保健 还有就是公用事业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防御性 是必要的一个配置 怎么说呢 因为下半年来看的话 我刚才提到的很多的一个发展 不确定性还是相当高 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年的一个波动度 不会比上半年来的低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波动风险相当高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在所谓的一个高风险资产 就是股票来讲的话 配置上会是建议尽量 以所谓防御性的一个资产为主 在债券的配置上来讲的话 以目前事实上大家担心 会有一个下行的一个风险 那对于所谓的一个高收益 因为市场会担心 违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上升 那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也是可以尽量减少 这部分的一个配置 而是转向去配置一些之前 价格已经有一个领先下跌的 一个投资等级的一个债券 而且这样子的债券来讲的话 在产业上来讲的话 我们会建议是以金融业为主